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响人生感悟 与年轻人一同成长 在路上 他成功地预言了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 被称为金融预言家 如果做个形象比喻现在全球就好像一个高压锅 美元的增发就好像所为的蒸汽 这个高压锅的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他用的办法是操纵这个价格 但实际上这个锅的压力 随着钞票越来越多 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 他总有一天会把这个锅盖给炸飞 他把世界近百年的历史演绎成了贪婪的金融家 攫取财富的过程 如果说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人 让货币发行的速度快于实停经济温暖速度 你会发现你今天用一张钞票去索取一个杯子 十年之后你只能索取半个杯子 再过十年你可能连一个茶杯的一个半都兑换不到了 这个时候应该属于你的财富在无形之中被转移给别人了 他用货币战争的方式把世界纷繁复杂的金融形势展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日本在美国的这个支持和怂恿之下派自卫队占领了钓鱼岛 或者岛上这六一圈 中国动作还是不动作 要动作能打仗吗 本期节目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宏斌和您一起分享不流血战争 宋老师 货币战争这四个字现在已经成为流行语了 那为什么你会把您的作品用货币战争这四个字来命名 想这些名字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想出来就是货币战争 就像谈恋爱的时候 你看到你喜欢的人其实就只有第一眼 第一印象就够了 你不需要经过好多年的接触 如果需要逻辑上去分析去推理 这不叫爱情 那如果把这个货币换成金融啊 那就不对了 那您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货币和金融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区别 应该货币应该是理解金融的一块基石嘛 因为整个金融它是一个更大的概念 是讲的货币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运转 所产生的一系列规律性的这样的一种描述 而货币可能是理解金融的最基本的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货币 那你当然就不可能真正的理解金融 如果你把金融这个概念理整成一个摩天大楼的话 那么货币应该是这个摩天大楼的地基 要理解金融 首先必须要理解什么是钱 什么是货币 这是我认为这是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总觉得这个战争啊 应该是尖船利炮 应该是流血牺牲 和货币在一块 我觉得这个反差是蛮大的 货币刚出版的时候 英国金融时报 它对我有个专访 那个记者就问了 几乎跟你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他首先说currency wars 就是这个货币战争 他说你这个词有语并 他说货币和战争怎么能联系在一起呢 或者说货币之间怎么能爆发战争呢 但是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现在这个词 为什么逐渐被大家所接受 包括在国际上 它也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一个词汇 主要原因是 它符合事物的规律 也就是 就是我们以前研究货币研究金融 是从理论和学术角度去理解 什么是钱 什么是货币 什么是金融 但是在我看来 货币除了有这方面的含义之外 它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 我认为它是一种权利 因为你想想 大家每天忙来忙去忙个啥 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就在忙两件事 一件事是创造财富 一件事是分配财富 我们每天所忙的一切事情 其实都是在围着财富转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分配财富的权利 就是一个极大的权利 或者说是一个天大的权利 而在我看来 货币就是参与社会分配的一个主要方式之一 只不过我们以前没有从分配财富这个角度去理解货币 因为如果我们货币保持稳定的情况之下 那么货币跟财富之间是一对应关系 或者说是货币是财富的某种索取权 我称之为是一种收据 你劳动了一天 你给社会做出了贡献 比如说这个茶杯 你交给了社会 那么社会可能有个记账员 专门给你写一张收据 你拿着这个收据是什么 这就是货币 或者说这就是一种索取它的一种索取权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货币供应稳定 或者跟财富同步增长的时候 你每张货币背后的抵押品 或者你背后的资产是稳定的 我拿这张钞票 今天可以换一个杯子 过十年二十年 我还能换一个杯子 好 这就不存在所谓的不稳定的因素 但是如果说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人 让货币发行的速度 快于实体经济 或者这个茶杯增长速度 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你会发现 你今天用一张钞票去索取一个杯子 十年之后 你只能索取半个杯子 再过十年 你可能连茶杯的一半都兑换不到了 这个时候什么发生了呢 应该属于你的财富 在无形之中被转移给别人了 或者这个茶杯以前挂的是你的名 但是通过货币发行它的变化 第二天换成其他人名了 财富并没有消失 但通过货币的增长 会使这个财富的所有权发生变化 那么货币是什么 它显然是分配社会 已有财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具 或者说它涉及权利 如果它是一个权利的话 那就涉及到权谋了 那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它就不能是纯粹的学术角度去探讨了 因为谁掌握着货币发行权 他就拥有着掌握 分配整个社会财富的这样一个天大的权利 那这个权利难道没有人去争吗 难道不会发生 这个尔虞我诈 发生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谋略吗 这显而易见应该会有 所以说我觉得世界上知道这个事情人很多 但是提到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真正掌握这些权利的人 是回避谈这个问题的 而大多数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人 就懵懵懂懂的 这个财富就被人转移走了 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 这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涉及到全世界六十亿人 每天你的荷包里面 你的财富 你的身家性命变化了问题 这么一个巨大的权利问题 居然没有一个专门系统的 这样的一种学说也好 或者这种描述也好 进行深刻的分析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是不可思议的奇怪 所以说我估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人觉得可能看这个书之后 很受震撼 没想到可能货币里面 隐藏的故事还这么多 比战争的威胁还要大 这种争夺 居然可以激烈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这个在我看来 就是一种不流血的战争 或者说是不为人所关注的战争 但它的确确是一种战争 您在这个货币战争二中 主要写了影响世界的 这17个银行家族的故事 那这17个银行家族 他们的影响力应该还在吧 如果我们从股权结构来看的话 我相信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 很多大的公司 必合必拓 利拓 它背后的股权结构 谁在掌握它的股权呢 包括BP 英国石油 包括很多这种大型公司 其实背后你要查它的股权结构 真正控股的 就是这17家 少数家族中间的几个而已 这些都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的股权 一般不会超过5% 它是通过什么方式 能够控制这么大一个体系呢 就是基金会 为什么西方有这么多基金会 为什么会成立这么多基金会 因为基金会是一层屏障 基金会它可以层叠架构 而且它的财务是不公开的 这些家族可以把它的财富 裸捐给基金会 但是让家族的继承人 永远在基金会里 是一票否决的 实际上它是捐出了所有权 永远持有控制权 那在当下这个世界 金融家的作用 您怎么理解 实际上我认为 就是在控制世界经济运作 什么是权力 权力到了一定境界 它就是一种控制 或者说按照罗斯塔德家族说 它叫影响力 影响力是一个 比较中性的表达 控制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表达 那么我认为 影响力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不就是为了 让大多人听我的吗 那不就是一种控制吗 所以权力的最高境界就是 它能够影响所有人的生活 影响每一个地球人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权力 到了最高境界 就是这种境界 用他们的原话说 我们已经不在乎钱 我们在乎影响力 其实能说这话的人 基本上已经就牛到家了 什么叫不在乎钱呢 谁不在乎钱呢 如果连钱都不在乎 只在乎影响力 那你可想而知了 那现在依然是摩根史丹利的 这些幕后的老大吗 最近我看了一个报道 是瑞士理工大学 就是爱因斯坦的母校 他们对全球的 3700万个跨国的这种经济企业 做数据库的分析 也就是做股权分析 最后梳理出来的结果 这3700万家企业 也就是掌握着 全球经济命运这些企业 大概被140家公司 所持股和控股 也就是它是个金字塔型的 你看到的底下是 几百几千万家企业 再往上是一百多家的 这种控股公司 再往上是更少数的 金融持股公司 那么少数这些公司 通过这个金字塔链条 其实影响和控制 全世界的经济变化 那么其实这就是 我货币战争一 想说的东西 只不过我当时 没有这么庞大的资源 能够从全球数据库里面 调所有公司的 它的股权结构 这个工作上太大 但是这个瑞士人 把这个工作做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现在 所认为的各个公司 都是彼此独立的 没有什么股权联系 或者大家都是一个 散沙一片 自由竞争的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事实上 绝大部分公司 是被极少数公司所控制 这已经有了一个 非常明确的 数量的这种定义和关系 也就是几十家 这样的一个 最大型的公司 控制着 一百多家的 这种持股公司 再控制着 几千万家的跨公司 这些公司 在控制着 全球经济的运转 我可能比其他人 更少应酬 我比其他人 更少爱好 当你牺牲掉 这一切之后 你当然就有 更多的时间 当你有了更多时间 从事你感兴趣的事情的话 你自然可以 用比较短的时间 做别人 看起来比较多的事情 其实您是一个 高产的作家 四年四本书 而且每一部作品中 这个信息量 非常非常的丰富 您都是怎么做到的 这些 我可能比其他人 更少应酬 我比其他人 更少爱好 我比其他人 更少去玩 比其他人 更少去享受 正常的生活 包括我家里人 对我的一个 很大的抱怨 就是家庭生活 很少 因为我的主要 是在看书 比如说我的朋友 会觉得我这人很枯燥 因为我基本上 没有任何业员好 我是成都人 大家都知道 四川人是比较喜欢 打麻将的 我从小到大 就不会打麻将 甚至是一次牌桌 都没上过 当你牺牲掉这一切之后 你当然就有更多的时间 当你有了更多时间 从事你感兴趣的事情的话 你自然可以 用比较短的时间 做别人看起来 比较多的事情 在您写书的过程中 就是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收集资料 是最大的困难 因为提出每一个观点 实际上 你需要史料的支撑 写这种书 跟写小说 那种作家的创作 又不一样 它是一种情绪 它处在那种创作的情绪之中 它可以自己去想很多事 可以创造出很多情景来 创造出人物来 但是写历史 或者写这样货币战争 这种研究性的东西 它不能这么干 就是我也可能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想法 但这个想法成不成立 成不成立就不能是 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你得真要在史料中 找到相应的证据 去看到底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在书中涉及到苏美冷战 我认为美国和苏联的冷战 一定跟钱这个事有关 跟货币有关 这是我一个直觉 但是你如果没有任何资料 去验证这一点 你怎么能够直接写 美苏冷战 全世界冷战跟货币直接相关呢 那你当然要大量去找 比如说 你得看很多人物传记 这个书中我比如说 举到了冷战鼻祖乔治凯南 我就想知道 他在1946年2月份 他写冷战电报的时候 他到底处在一种 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他到脑子里面在赚什么问题 这时候你就得读 大量的冷战期间的传记 包括他本人跟其他人的通信 你会发现 他在46年2月份的时候 他所思所想 跟美国财政部之间的通信 验证了我的基本判断 就是跟苏联加入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直接相关 也正是财政部的这封电报 引发了所谓 乔治凯南这个冷战的长电 美国人想知道 为什么苏联人不接受 IMF的条款和世界银行的条款 这当然两者之间就直接挂上钩了 像这样的一种工作 我认为可能是最耗时间 也是最困难的 首先得掌握大量的史料 然后从这大量的史料中选取 支撑您自己论点的这样的论据 对 我觉得可能我的基本思路就是 做任何研究 首先要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方向感 你得知道正确的方向大致在哪个方向 这就好像做科学实验 如果你完全没有方向 这么多可能性组合在一起 你怎么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试 你不可能是完全没有方向 一个一个这么去试 那就完蛋了 你做一辈子也做不出来 这个时候我觉得好的科学家 或者好的导师 他会告诉他的学生 我觉得这个方向比较有意思 你可以去试一下 也许他指出这个方向 就是正确的前景之所在 如果不好的导师 或者没有方向感的导师 他会让你随机去做 那这个学生就死定了 你做不出来 据我所知 货币战争一 还有一杯免费的咖啡 这么一个由头 我这人可能比较喜欢观察细节 尤其是在公司里面 发生了一些小事 我可能会联想到 跟整个国家和社会的 经济情况发生变化 会有一种可能比较强烈的 这种联想力 2000年初的时候 当时我在房地美工作 它是个非常庞大 很赚钱的公司 随时你都可以喝到 非常新鲜的这种咖啡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我们那个咖啡壶 都被拿走了 然后我马上就给 其他的这个办公楼的 这些人打电话 我说你们到咖啡厅去看一看 结果所有人给我的 回来的这个信息都是 他们的咖啡壶也没有了 当时我产生的第一个联想 就是是不是要出事 为什么会判断它可能会出问题 有一天突然从华尔街 来了一个副总 就相当于空头 因为我对这个人事变动 比较敏感 我专门查一下这种背景 它是个印度裔 这个人在华尔街 他有个外号 就是属于这个刀斧手 刀斧手是什么概念呢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财人 所以我一看 这个人居然到了房地美 这肯定是有点奇怪 所以当时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房地美的财务情况 出现了急剧的恶化 否则的话 你说这个咖啡壶能值多少钱 当一个大公司开始 从节约小钱开始考虑问题的时候 而且他以前历史上 从来不这样的时候 说明这是已经是 蓄势待发的一个重大危机 即将爆发 那你为什么从这些 看似平常的一些小细节中 有这样的深度思考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研究过人的灵感 是怎么产生的 为什么牛顿看着苹果掉下来 他能想到万元引力定律 把我放那 躺那躺三年 看苹果掉下来 砸我脑袋上 砸几个包 我也想不到这一点 其实我发现 当人们产生灵感的那个状态 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就是你长期在思考一个问题 用形象的比喻的话 就好像是天空中的阴云密布 已经堆积了很厚的阴云 形成了强大的这个电压 跟这个地平面之间 有个非常强大的电位差 也就是已经是到了一注即发 马上雷电就会形成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东西 就会使得这个雷电发作 那么我觉得人在产生灵感 或者当你长期困扰于一个问题 长期想 长期想 想的时间足够的长 在这个场中间 你形成非常强大的一种势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任何一个扰动 或者任何一个看似偶然的东西 都会激发一次闪电 或者激发一次这个雷击 那么我觉得可能那段时间 想货币这个问题 我已经想了很多年了 那可能不下十年了 特别围绕我们研究美元 这个危机这个问题 可能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就一直在想 这套体系它能不出问题吗 因为在我看起来 这是个逻辑上的一种必然 早晚它会面临一场危机 因为全国负债压力越来越高 这不就是一个燕在湖吗 最后这个燕在湖 属于高的一定程度 就是整个国家债务 私人债务 消费者的债务累加在一起 和GDP的比值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这么显然的问题 如果你从历史角度来看 1933年的时候 它这个比值大概是299% 到了2008年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高达300%以上了 也就是已经达到 1929年 33年内 那个这么高的这样的一种 债务严财户的压力 那么在我看来 你这个水位越来越高 就是一个公司 你营业收入 每年只能成长3% 而你的负债 却远远高于它的速度在成长 最后就是一个债务累加 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这个债务严财户 会对整个金融堤坝 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 所以最后 整个堤坝出现破裂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比较小的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一个问题 就会引发一场重大的危机 到底是在次贷方面出问题 还是在信用卡出问题 还是在学生贷款 医疗贷款出问题 这个是随机的 但它出问题是必然的 当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面 其实已经想了很多年了 其实也就是对这场危机的来临 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 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研究 其实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对 作为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牛顿当时 看了苹果掉下来的时候 他可能想 为什么物体与物体之间 可能会存在引力关系 这个问题 可能想了已经很多年了 只不过我们只节选出 最后一个片段 来给同学们去讲故事 或者写的教科书里面 说天才是如何产生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 当时真实情况应该是 牛顿已经苦思冥想很多年了 最后只不过受着一个问题的启发 产生了一次重大突破而已 请不发言 parar待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